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为什么大家这么晚呢? 好 開工大吉 原來是開工 今天就是大年初六 其實就是開工、開市的大吉日 事關於這一天 有天德、月德、天月的怪人星在這裡 所以如果可以在這天上班和開市 可以在新一年上試試順景 和多怪人扶持 假如吉日要選吉時 初六吉時是早上八點半 九點到十一點是衝的時間 所以記得那天千萬不要遲上班 而熟透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初六和你生育是雙衝的 可能你要選過第二天才要上班 今天是哪個生日 今天是人日 對嗎 初七除了人日、人日、生日之外 還有三峽和瑞姿 你兩個大的吉神在這裡 再配合全日最美的吉時十點鐘 上班是套年最好的上班時間 開工大吉 但是今天星期六 為什麼大家都上班 知不知道阿姐剛剛跟我說什麼 她叫我初四提早上班 因為初五之後有份稿要 我會變成全公司第一個開工的人 我真的感謝她 大家這麼說 原本想要聘請年初五 結果她不批 那個已經有很多人請了假 不過算了 起碼我不用提前上班 我們年初五見 哈哈 我兒子哥其中請了假的人 真是對不起 不過初四和初五 確實真的不適合上班 是破日 特別是初五 因為她未過立春 依然是任人年 苦年 而那個日子 就是猴子的日子 苦和猴子 本身是雙沖 所以初五是一個年的破日 而初四是日的破日 所以初四、初五 都是不適合上班的 而化解方法 就可以在年初二 早上十點鐘 打開電腦 開一個新的文件夾 或者可以在桌上 開頁新的紙 還有 記得在早上的時間 私信老闆說 老闆 新年快樂 我今天開工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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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馬的朋友 記得最好用我們剛才提及過的吉日 去開工 因為事關二零二三年套年 你們都犯太歲 最好用吉日去充氣一下 這次真的下班 這次真的下班了 快樂 快樂 快樂